以回合制策略為名的遊戲 《文明帝國》系列 即將邁入二十五個年頭啦 耶 今年 2K 將帶來系列最新作品 《文明帝國6》 讓玩家們隨著電玩世代的演進 體驗最新的文明魅力 這次又有哪些精彩的內容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再給我一回合 一回合就好 經典殺時間的回合制模擬戰略遊戲 《文明帝國》系列 今年也來到了二十五歲生日 2K 歡慶的宣布即將推出最新續作 《文明帝國6》 並邀請2K 國際傳媒經理Watt 帶各位體驗新作 這次《文明帝國6》提供了多種新方式 讓你與世界互動 玩家可以操作歷史上的偉大領袖 並在地圖上擴張程式 同時也要進行探索 改進技術 開拓資源 以及外交和戰鬥等行動 特別是經濟 軍事 外交 這三種策略將有別於以往 採用卡片的方式呈現 隨著時代演進 玩家必須慎選政策上的卡片 而戰鬥上 每個文明也會有獨立的特殊單位 電玩材素配特派小組 以阿茲特克文明為例 一開始將會有雄英戰士 可以將擊敗的敵人 成為建造者的強力單位 是非常適合玩家們起手的 一個文明世界 令人期待已久的《文明帝國6》 預定在2016年10月21日發售 並支援繁體中文版本 而預告《文明帝國6》的玩家 將可以在遊戲上市時 搶先玩到畫面上的 阿茲特克文明 想要殺時間的玩家們 千萬不要錯過唷